脸书也宣布删除来自大陆的155个假账号 因为他们企图影响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总统大选川普PK拜登的首场辩论 将在美国时间9月29登场 辩论的六项主题正式公布 包括川普和拜登的过往政绩 最高法院新冠肺炎大流行 各城市的种族和暴力 以及选举诚信和经济 不过在两人正面交锋之前 各自在造势场上已经炮火猛攻 川普在宾州披子堡造势场上 嘲讽拜登花钱整形还戴口罩遮掩 对于全美新冠死亡人数已经标破20万 比第一次世界大战韩战越战都还要多 到了年底还可能倍增到40万 对此川普还是自夸他控制得很好 针对川普近来频频在经济议题上对大陆开刀 拜登的资深顾问表示 跟大陆完全脱钩不切实际 最终还可能适得其反 但美国也在此时抓包大陆网军疑似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脸书宣布删除大陆155个假账号 11个粉丝专业9个社团以及子公司Instagram的6个账号 希望能确保大选顺利进行 记者综合报道